花青酥它是强力的抗氧化剂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呢 减少我们发炎的几率 增加我们抗氧化的能力 我今天选的是 有桑胜啦 也有各种的梅类 当然有蔓越梅 当然也有小红梅 蓝梅等等 然后呢 葡萄也是本身生产的 花青酥也很多 还有卤梨醇啊 非常多 白卤梨醇很多很好的东西 然后它的那个葡萄籽 OBC也是强力的抗氧化的东西 然后洋葱其实是很好 但是我今天选的是紫高丽 因为洋葱有的时候味道比较呛 所以搭配的话 再增加一点蔬菜 我们选紫高丽 然后它的也是花青酥很多 钙铁也不少 然后再加上一点苹果 果胶也很多 然后它的这个果皮上 也有很多的这个抗氧化的物质 我们叫植化素 然后加一点水 加一点坚果 我喜欢加点坚果 坚果的也有这个抗氧化的作用 然后再加一点柠檬汁 维他命C也是强力的抗氧化剂 所以如果能够借着吃 来强化我们的身体 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也是不错的啦 好 浪漫的紫色 非常多的花青酥 我觉得无论是从这个 它的实质上 或者是它的颜色上 都非常有疗愈效果 好 这就是这种东西的抗氧化剂 然后再加一点柠檬汁